台美双方代表在华府大合照 这是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今年6月签署后第一次的实体会议 双方聚焦农业环境与劳动三项议题 拜登政府更着重在这些所谓强迫劳动的问题 他自己国内法已经有去通过 针对像中国新疆这种涉及强迫劳动 要去限制他这些产品出口到美国 那我相信在台美倡议之下 他也会希望说台湾能够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立场 所以我们也要去限制 至少我们要去抑制这些有强迫劳动问题的 这种国际问题出现 行政院声明指出在劳动方面 台美讨论如何保障国际认可劳动权益 发展更具有包容性的贸易政策 而在农业领域如何透过法规透明化等做法 促进农业贸易建立粮食安全成为一大重点 随着双边贸易谈判持续推进 以为将来台美洽签自由贸易协定 FTA奠定更稳健的基础 现在台美所有谈的这个议题 实际上都是美国向来所签FTA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这些议题绝对不是只是空谈 或者是说我们白背力气在谈这些 台美现在的倡议所建议的基础 绝对会是有助于接下来FTA谈判的养分 行政院声明强调 台美在这一次会议中进行充分讨论 后续将透过视讯等方式保持密切沟通 期盼竞速获得成果 新唐人亚太电视 网络卷赵婷玉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